喔 嘲笑 不放醬 OK了 就是這個啦 看他吃的會怎麼樣 Y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姐 我各位觀眾頻道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 乞丐模擬器呀 OK 上一次呢 我們去執行的夜間那個任務呢 失敗了 不過今天我們會再試一次 現在已經是下午的6點鐘了 差不多了齁 那我們今天呢 也要把鴿子提升一下 然後很會再做一個可以煮東西的 其實我材料都已經先收集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直接來蓋吧 建造 哇 瓦斯魯耶 這一個可以解鎖 割颶風的技能 哇 感覺就很強啊 放在這邊好了 所以我可以切換 我要割颶風 還是要耍一鍵 看一下 這個會變怎麼樣 哇 Tsunade 耶 好 現在已經下午8點多了 為了不要遲到喔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先行過去 好不好 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呢 也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今天我們就要突破個2300個讚 Go 這邊有小洛洛 我們來試試看 用這個鴿子風會怎麼樣 然後呢 就這樣 怎麼感覺爆炸的比較強啊 有一定的範圍 它說會 它這個會利用鴿子的這個爪子喔 去攻擊它們 然後會隨著等級越高呢 更強 但是它是範圍技就是 喔 捲上去了 哈哈 死了 好吧 各位 我們還是換回去 爪里劍 感覺比較厲害一點 好吧 各位 那我們趕快去吧 欸 已經10點了啦 走 各位又來不及了 我們上次會失敗喔 主要是有一個地方走錯了 我們那邊以為有敵人嘛 所以我們就靠邊邊走 是不是它一定是往右邊那邊 齁 所以我們這次呢 不能再錯過敵人那一個方向 好 各位 走 捉迷場 已經1點了 快快快快 這邊 齁 就是這裡了 先拿出我們的個子 欸 也不是欸 這邊啦 喔 在地下道啦 原來是地下道啊 所以也不是敵人那邊啦 是地下道啦 We find it 終於找到啦 齁齁 喔 喔 原來這邊的都是實驗體啦 OK 哇塞 老鼠啊 是老鼠啊 好 各位 我們找到關鍵人了 他們說他們是輻射鼠 這個也是他們的密碼 接下來 喔 各位觀眾 這忍者歸吧 現在我們回來了 And we want our revenge OK 各位 我們出來了 剛剛呢 裡面的屬爸爸呢 聽說他們也是以前的80年代傳奇流浪漢 只是他們還被變成老鼠了 然後他說我們呢 看起來呢 就是一個人模能樣 很適合當特工 所以呢 要試試看我們有沒有那個能力 可以幫助他們一起回到以前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必須去佔領至少兩個 蟲子幫的基地 記得我們之前有看到嗎 就是說 要找到他的圖騰 然後就可以找到他的基地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先試著找看看 喔 這裡有個亮亮的 What is this 飛起來了 學習圖子 唉唷 酷耶 各位 這新東西耶 好啦 那我們再繼續找啊 看看這種角落的有沒有 欸 有一個羽毛 羽毛這個也算是成就啦 然後這邊有這個什麼的 閃光菇啊 這種應該是特殊的製作材料 所以這個我們還是收集一下 好 走吧 那我們再找找看啊 等等看可不可以找到兩個 有人說打這個呢 也會有飲料可以吃耶 真的耶 謝謝啊 謝謝觀眾的提供 COME ON 給我多一點 只會給一個喔 太少了 OK 各位 找了好久啊 從白天找到晚上啊 我們看到了有沒有 就是這一個 Burgus 看來這裡就是他們的領地了 家有三家 這裡就是我們剛剛去下面基地的地方啊 來吧 這個太簡單啊 隨便打隨便贏吧 好戲啊 喔 第二波 第二波 有點像生存戰那一種 有頭頭 有頭頭 但頭頭我們也不怕 先把它炸杯吧 多弄個幾隻 OK 最後一輪了 這蟲子棒也太弱了吧 怪太棒怎麼會輸呢 對不對 手臂一個 巨人組的啊 但是一樣 多麼的不堪異己啊 我們這個 鳥鳥太厲害了 喔喔 還有這個跳肘的 跳肘幫的 哇 太強了 還會賦予他生命力 欸 這不錯耶 耶 所以這邊基本上我就可以在這邊 蓋屋子了耶 這邊蓋個地板嘛 證明這是我的地方 耶 OK 對 那我們還缺一個 我們再找一下吧 肚子餓了 就來打打販賣機啊 蛤 對不對 這樣就有 薯片可以吃 又有可樂可以喝 讚讚 這裡應該也是 因為我看到有這個符號了 所以我們再往海邊去 欸 如果海邊好 我當然要坐海邊啊 對不對 就是這邊吧 欸 沒錯 你看 那邊還有人佔領著 來吧 攻擊吧 哈囉 好 九級的耶 各位太棒了 喔喔喔 好大一隻喔 喔這隻更大隻耶 你看他的腿 你看他的腿 超逆天的了 啊 但是一次就死了 這麼弱啊 OK 然後我們現在呢 又回到我們的安全屋 就可以看看 他到底 清楚了我們的實力了沒 好不好 這裡也是我們的基地了耶 你看 有沒有那個地圖已經出現了 OK 各位 我們這個論完成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要去邪道公司呢 把他的機器搬回來這邊 搬回來這邊之後 才可以幫我們變回原本的人形 但是在這之前呢 需要有人照應 那這個人呢 就是一個女警察 所以我們要先去找他 看他要跟我們 叫我們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才有機會 把他的機器搬回來 各位 那我們就出發吧 前往尋找艾莉克斯 欸 不過怎麼會叫艾莉克斯 艾莉克斯不是男生名嗎 我們玩這遊戲玩這麼多集啊 好像沒看過女警 對不對 我已經看到女警在那邊了 看來身材是蠻好的唷 哇 這麼蠟啊 好 來 哈哈哈 OK 各位 我們現在呢 要去找他 蠻討厭的一個人 這個人呢 就是警察局裡面的高官啊 他拆了一個動物收容所 要把他蓋成賭場 所以現在希望我們可以把他帶過來 走吧 在上面 在上面 哈 我們看怎麼上去好了 呼 喔 這個功能也都會攻擊我欸 我的天啊 我們繼續往上走吧 這只打的嗎 還是怎麼樣 這裡還有樓梯 他們說如果呢 他們不把我處理掉啊 他們的簽證呢 就不用拿了 就是你啊 I got you 下跪啊 喔 不過這樣應該不會死 他怎麼刪下去了 Let's jump WOW 終於知道 撿人是什麼感覺了 就是這樣 OK Let's go 好的 各位 我們繼續順利的 把這個警察 從上面給他弄下來了 接過接過接過 接過接過 我們趕快交給艾莉克斯警官就可以了 Hello We come back Good job You mad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好 各位完成了 太棒了 等級又提升了 接下來我們再回去 安全屋那邊 好不好 跟他說我們已經做完這件事情了 應該就能夠慢慢的 潛入我們的邪道大樓了吧 先出發 OK 各位任務完成 他說他已經找到 怎麼要進去邪道大樓的部分 現在呢 又要叫我們再去跟熱狗男見面 走吧 怎麼要進去一個大樓 這麼麻煩啊 哇 在這麼北邊啊 我的天啊 好來了 邪惡熱狗男 哈哈哈哈 這個很像我們玩那個 歐卡日本模組 裡面也有人穿這個啊 對不對 好來 上午10點到下午3點 OMG 我要再等了 各位那我們就等等見 咻 OK 各位 10點了 來吧 齁 等好久喔 看要幹嘛 該不會要我幫他賣熱狗吧 OK 各位 我們真的是要幫他賣熱狗 他其實有點憤世技術 他討厭這些躺在這邊的有錢人喔 所以呢 接下來他舉了一個免費的熱狗 應該會很多人來吧 如果有人嘲笑我們 我們就加他的特製醬子 給他吃 OK 喔 嘲笑 不放醬 OK了 就是這個啦 看他吃了會怎麼樣 王芥末 OK OK 又一個笑的 又一個笑的 這個不曉得是什麼啊 白色的 然後又加在熱狗上面 怪怪的 三個 有三個 哈囉 OK 而且他說喔 絕對不能夠放錯喔 OK 不要番茄醬 那就是芥末醬老是嗎 哈哈哈哈 難怪叫熱狗男的復仇 這好酷喔 好 各位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應該再度回去安全五把 好了 各位我們又來到了秘密基地 再看看要幹嘛勒 應該差不多就要進去大廈了吧 該說的 該做的前置人物都完成了 進入吧 哈囉 蘇老大 欸 蘇老大不見了欸 蛤 他要走了 他說爸爸呢 現在已經去找那個 可以幫我們運那個 邪道機器的小混混了 然後現在又叫我們 要去碼頭找他 他就在某個空的集中箱裡面 是要搞什麼神秘呢 好吧 各位我們先去找他看看好了 碼頭在哪裡啊 哈 哈 SUPER遠欸 好吧 各位我們先去找他看看啦 我猜我們應該下一次就可以破關了 所以今天我們大概就先玩到 這一個任務 好不好 喔 碼頭第一次來欸 這好像天天玩樂園的那個屋子喔 好 他說在空的集裝箱裡面喔 那就是這個啦 躲到這裡面要幹嘛呀 OK 各位 這一個我覺得 可能會比較難一點點 他說呢 這一隻小鴿子啊 應該也是邪道公司的研究 然後他說每次餵他一點點東西呢 他總是吃不飽 而且越吃越大隻 然後他說對面這些貨櫃有很多的蛋白粉 他想要叫我把他弄到上面去之後 然後他把他弄過來 我們再餵他吃 等到他變大哥哥的時候呢 就可以直接飛到邪道公司 把機器給掉過來 我覺得這個應該還蠻複雜的 所以這個我們下一次 再來解這個關卡吧 好不好 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就玩到這邊 下一次就是我們玩截篇的 喜歡這個系列記得按讚訂閱 也可以幫我分享好不好 也不要忘記我們打2300個讚 我們就下次 期盖默契再見 再見 掰掰